持大悲咒的笑宴体会 去年夏天,母亲的心脏病突然加重 吃药打针,几次变更医院,就是没有效果 望着母亲蜡黄的眷容,我的心比油煮刀剁还难受 从不落泪的我背过身,泪水大喘大喘地滚落 有什么办法能把母亲从病苦中解救出来呢? 忽然想起,曾听说持大悲咒很有效果 就请来大悲咒,把对母亲的疼爱和去病的希望 全部寄托在观世音菩萨身上 我极度虔诚地跪下祷告 观世音菩萨救救我那可怜的母亲 一心不乱地送持大悲咒 并把大悲水让母亲服下 然后在打坐中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当天,母亲尽管虚弱 但心脏病一次也没有犯 我坚持天天为母亲送咒 母亲的身体很快得到了恢复 高兴得简直像个孩子 到第七天 母亲让我陪她步行到四里外 瑞莲寺尽相拜佛 回家后,还忙前跑后的张罗午饭 哥哥姐姐惊奇地问 三姑娘,给您服的是什么灵丹妙药 不光是病没了 精神还比以前更好了 母亲笑眯眯地回答说 我服的是救苦救难 观音菩萨的大悲水 观世音菩萨救了母亲 观世音菩萨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 我怀着感激之情 给别人诉说 用大悲咒为母亲治病的神奇疗效 有人找来问我 自己持咒 怎么没有这么好的效果 一时 我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持咒是否有效应 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所求必须正当 所谓正当 必须使自己或他人 身处险境又无力自救时 当虔诚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或大悲咒 使其得到平安 此时持咒 人的慈悲心 与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相应 肯定能够化险为夷 转危为安 如果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如偷盗他人财物 而求观世音菩萨保佑自己的行为 不被别人发现 这样的心情持咒 肯定不会灵验 二 持念必须真诚 当看到亲人或朋友 为病苦折磨 病在他身 痛在自心 恨不得待人受过 有没有能力拯救别人时 持观世音菩萨的名号或大悲咒 字字处于心中 句句发育肺 声声真诚清静 这时持咒人的爱心 与观世音菩萨的大悲心相应 确实能够得到满意的效果 如果看到亲人或朋友有病 持咒时像小学生 给老师读课文一样 从头到尾读完了事 不是从慈孝心 至诚心出发 一心不乱地送每一个字 每一句咒 或者边念边打妄想 读完就去看电视 这样心不在焉的持咒 怎能和一心不乱的时候 持咒的效果相提并论 第三 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无私奉献精神 从持观世音菩萨名号 观世音菩萨寻生救苦救难中 体悟到要学习观世音菩萨 妄我无私 无条件帮助他人的奉献精神 当念 救苦救难大慈大为观世音菩萨时 反观自己的心是慈悲还是冷漠 是喜舍还是潜力 虽然我们目前还没有观世音菩萨 那么高的觉悟 那么大的能量 那么强的本领 但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完全可以在亲人 朋友 同志 邻居 路人 遇到困难 盼望有人能够扶他一下 拉他一把石 及时伸出援助之手 或是于财 或是于物 或是于利器 或是于道理 以一颗真诚 善良 纯洁 清静的心 去帮助他人 让自己 在现实社会中 也效仿观世音菩萨 如果认为自己 暂时还不具备这些条件 只要稍加留心 就会发现 慈悲心的培养和爱心的奉献 却是十分容易 比如告诉小孩子 不要攀折花草 把爬上人行道的蚯蚓 放回草丛 把大陆上的石头 放到旁边 等等 不要光问别人 为我做了多少 观世音菩萨 救助我们几次了 而要问问 我为别人付出了没有 我爸观世音 大慈大悲的菩萨精神 到底学到了几分 如果我们常抱着与人为善 众善奉行的态度 对待人生 对待事物 对待社会 这本身就是菩萨精神 在人间的发扬光大 何愁社会风气 得不到根本好转 何愁自己 得不到诸佛菩萨的加倍和护齿 所以持咒 还是要先从做人学起 感谢观看